一刀四滑切开三大桶水 原来武士刀是这么用的 今天这期断刀大赛又是一期武士专题 几个老外手握日本刀彻底砍了个爽 这把长达1米6的大太刀究竟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别着急 我们从头看起 四位野生刀将陆续入场 几个职业评委也已就做第一回合 大伙要用桌上这个两螺高碳钢锻造一把斜叉也是 这是武士刀的种类之一 古时多作为副武器使用 换造要求 任常在40到50厘米之间 武器总长不超过70亿厘米 现实三小时断刀比赛正式开始 为了配合鞋插刀的格调 选手们一致决定锻造堆叠大马赤铸钢 这种锻造法需要将两种钢材交错重叠 焊接成一整块后在高温溶解 锻打辅助融合这样再拿来锻刀 成品刀片上面就会形成漂亮的刀纹 为了去除焊缝之间的杂质 开始锻烧钱 钢材必须清理干净 准备工作过后 刀匠们入续开始了基础锻焊 老柯将钢片分成了两份 打算将其分别锻造成两个钢皮 再将它们焊接在一起 因为钢皮焊接面积越小 锻造过程就越好把握 老柯果真是个谨慎的刀匠 隔壁大夫也不成多让 不仅将每一片钢材都用饼铜纸镜擦镜 用老虎钳固定好一裸钢材后 还把边缘打磨一遍 以防这些边边角角影响钢皮融合的速度 与此同时 急性子的尼谷已经完成一个加热周期 在钢皮喊风之间狂撒捧杀 准备压断钢皮了 可今天的动力锤居然消极代工 给尼谷气的牙都收不住了 搞我心态是吧 那我就欣然接受挑战 等钢皮再次热好 它直接转移到旁边的铁针 轮起大锤开始手工打铁 只不过这利息全都用在了牙上 之后记得去诊所看看咬合机是否安康 好在没过多久 动力锤就在工作人员的维护下恢复了动力 尼谷总算能解放一下双手了 不知不觉 比赛已经过去一半 大伙也在各自的努力下做出了融合钢皮 陆续进入到打铁阶段 但晓得这块材料还跟个兽猴一样 没有伸展开 时间以所剩无度 它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依旧是尼谷的进度最快 完成刀型轮廓后 它还用黄铜做了一块间隔 然后开始有针对性的磨刀塑形 效率实在是高 大夫的刀也差不多成型了 缺火之前最后再做个检查 将它和参考样本 对照一下 再为调一些细节 就可以预热刀片去准备热处理 比赛进入最后一小时 刀将们陆续完成塑形 老柯的刀在催火过后 出现了一点扭曲 这种小意外对他这种老将来说 也是恰常便饭 但晓得就没那么好的心态 刀片被掰完后 他急火空性 直接就上手去掰扯 结果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晓得断刀 四顾心茫然 但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半小时之久 现在开始摆烂 也不是重新锻造一把刀 也来不及 只能是死马当手火马医 先把断刀处罕接起来 做一下最后的挣扎 另外两人完成碎火后 刀片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弯曲 但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公 就算尼古这么暴力较真刀片 他这把刀也没断 最后再磨一磨刀 酸洗尸刻出表面的花纹 倒地时也来到尾声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脚线时间到 重刀将一起停下动作 等待评委的点评 老柯的刀举性流畅 打破干净 虽然刀跟还有点粗糙 但这并不是本轮比赛的重点 尼古的刀型更加优美 厚度也很均匀 只是刀发略长 之后可以调整一下 小德的刀造型古典 刀跟和刀片没有区别 虽然别有一番风味 但就是不太像斜叉刀 中间焊接的痕迹 虽然处理得很干净 但焊接对其内部结构的伤害 仍旧不容忽视 戴夫的刀曲率明显 结构优秀 焊接方面 结实紧密 表面刀纹也十分美观 经过评委商议 还是决定淘汰小德 尽管他努力到了最后 但不可否认 焊接裂缝会让刀片变碎 带来不可估测的使用风险 所以很遗憾 来到第二回合 几位晋级刀匠 除了要修复刀片的遗留问题 还要给他加装一个手柄 该手柄需包含三部分 间隔 刀型 与日式冰卷 依旧是三小时倒计时 比赛期许 三个刀匠有人狠话不多 迈着平稳的步伐各奔东西 老客决定先将刀片打磨一下 以便磨刀 以便在脑子里 回忆日式刀柄的做法 然后遗憾发现 他对这部分知识储备为零 但这根本就难不倒他 虽然没当过武士 但他做了大半辈子的马蹄铁 可以发挥自己擅长的知识 自创一个马蹄形刀型 成品效果意外还不错 几个吃花品尾也是乐在其中 尼古在这一轮就不是很急了 他的仓库都留了半天 收集了全套材料以后 先挑选一块木头做饼 机密切分 再涂抹花样树枝 平贴组装 等胶水干透后 就可以去加工细节 再来看戴夫这边 他先研磨调整了一下刀片轮廓 然后组装间隔 将木头切成合适大小的饼材 再和手柄配件组装到一些 之后打磨调整一下手感 就可以去编织饼卷 这对精致老头戴夫来说 根本就不是个事 但对老客而言就有点灾难了 医生要强的他 连鞋带都没自己吸过 这会儿光是把绳子穿过孔洞 决定采用男人的方法 直接拿来火炬 把心头烧焦 再用人类最原始的神医手法 把饼卷编织出来 最后随便打了个结 就正式收工 一二轮比赛逻辑结束 现在进入强度测试 老客第一个赏 他这把刀精致与敷衍并存 来看看实际表现 用度不错 刀刃只出现一块小卷编 接着轮到弥补 刀型十分强势 刀柄缠绕警示 挥晤手感也很不错 最后来看看戴夫的刀 这是精致的刀型 与准确的编织 从外观就赢了一半 来看具体表现 挥刀下去 刃狗毫发无伤 完美的表现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刀柄有点太厚了 但是瑕不掩瑜 粉灰和竞争十分激烈 来看看之后的风云都测试 会不会拉开彼此的差距 老客在此准备 如此丝滑的切割 简直无可挑剔 接着来看尼古的 刀刃切口流畅 我细配重平衡 加上狗哥这专制 滚刀肉的刀法 干得漂亮 最后轮到戴夫 切口平整如新 戴夫在此留下完美契落 除了这握柄有点割手 真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下压力给到平纬系 他们必须在这三人之中 选出一人淘汰 而由于老客的刀 在首轮测试中 出现了卷鞭 加上他刀柄的编织 最为简陋 只能遗憾 止不于此 以赛仍在继续 在这最后一回合 他们需要还原一件 力士悠久的冷兵器 大台刀 这种武器的规格 类似欧洲双手剑 长度多为90厘米以上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甚至能轻松砍落 马背上的骑兵 给人一种强大的安全感 但由于刀身过程 锻造难度也不容小觑 本次锻造要求 任长在104到109厘米之间 刀柄长度介于50到56厘米 总长度差不多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身高 两选手听到这里 顿时一眼懵 毕竟谁都没有锻造过 这么长的刀 每人有五天时间进行锻造 祝他们好运 尼古回到家里 顿时变成了悲观主义者 还没开始干活 就在构思plan B 如果他没能成功做出 一把够长的大马士革钢刀 他将果断放弃 直接去加工另外一块 5160高碳台幻钢 但手打大马士革钢 形成的纯天然道纹 是成品钢无可替代的 尼古还是有点将性追求在身上的 宁可绕远路 也想尝试一下大马钢短造 可双分的合成大马钢 实在太过沉重 好不容易将它们焊在一起 却连双手举起来都困难 更别提更细致的短造了 隔壁大夫身为一个理性刀将 做决定比较过断 他直接就选了一块5160合金钢 投入炉中开始加工 这一角色给他节省了大量时间 虽然在前期打铁时 刀片爆出了一点烈风 但他仍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修正 第二点 由于合成大马钢出现了明显的汗风 你古不得不将B计划提上的日程 转而去加工5160钢 何必待负责在手里的刀片 基本成型以后 又花了半天时间 利用三点法做出刀片幅度 这才继续准备热处理 等到完成这一切 精致老头已经变成操汗一个 好在之后的工作轻松许多 之后两天时间 两片选手都开始制作刀板 尼古先用木头做出手柄图体 一方手柄脱落 又瞧了几根销钉上去固定 再包裹两层鱼皮 增加其日制风味 之后品质出饼卷 一饼做工考究的大太刀 就此成型 而精致小老头大夫 要开始卷十枚等级了 他不仅设计了一个花形镂空刀形 还贴心地选用了柔软的散生 仔细包裹刀板 维持舒适手感 完成这一切 五天时间也转瞬即逝 两人将返回比赛现场 迎接终极测试 正式考试之前 先来欣赏一下两人的作品 尼古的作品 参考了江户时代的太刀样式 柄卷配色十分漂亮 戴夫的刀虽然稀化了点 但不管是这黄铜剑格 还是黑白刀柄 都精致而富有格调 这两把外形精美的长刀 究竟只是花架子 还是真正的杀人兵器 将通过接下来的杀戮测试得到证明 测试员狗哥先拿起尼古的刀 武器刀片轻盈而锋利 完美的杀戮武器 可惜刀巴上的钉子有点影响手感 接着是戴夫的刀 这把刀同样锋利 但是重量轻轻 虽然平衡度限加 但对本轮测试来说 会增加其杀伤力 接下来进入强度与耐力测试 尼古再次准备 武器结构支撑良好 但刀尖上出现了几个小锅口 接下来轮到戴夫 刀刃没有明显受损 只是微微顿换 而对大力本来说 这把刀使用起来极度舒适 也很好操控 表现不错 最后是锋利度测试 尼古能否翻回城 刀片精准度还算不错 更重要的是边缘足够锋利 最后压力给到戴夫 切口平整 视觉效果 惊艳 无吸手感 也无可挑剔 这把刀可以安心手工 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强强对决 细节决定成败 经过评委们的公开讨论 这回还是决定淘汰尼古 只因他刀柄上的钉子 实在影响手感 那么在最后 恭喜戴夫获得本期比赛冠军 透明 物质人